想问一下你是不是曾经到了商场以后 你就看到什么都想买 疫情期间你是否时常萌生购物的欲望呢 其实在这个时候因为购买的欲望 导致需要和想要在自身的生活上变得非常模糊 甚至在购买欲爆棚的时候 家里会出现囤积的现象 导致断舍离的步骤显得更加复杂 除了物质上的断舍离 我们经常会因为事件的复杂性 而萌生了断舍离的念头 就好像是逃避吵架啊 政治人杆啊等等 这时简单的生活就变得更加的主流 比如说躺庭主义等等 欢迎收看硬塞之后 今天就带你了解有点类似于躺庭主义的极简主义 Minimalism 说到极简主义其实不只是局限在你的生活上面的 而是穿梭在各个领域当中的 艺术便是插秧极久的领域之一 其实极简主义也被称为ABC艺术 是现代艺术中最流行的风格之一 它起源于1960年代的美国纽约 当时兴起一种非常写实的那种绘画跟雕刻 那这样这种理念是在于降低艺术家自身的情感表现 而朝向单纯和逻辑的选择发展 那因此极简主义者就认为行动绘画过于强调个性和无实体性 所以就主张除去了视觉效果以外的那种联想 就像是一个叫Barnett Newman还有Ed Reinhardt的冷淡和平静作品 为艺术作品的灵感来源 那总的来讲啊 就以简单、直接和明晰的作为核心理念 给观赏者拥有更多的自由想象的东京 其中的领域包括音乐、绘画、雕塑、舞蹈、建筑造型等等 像是音乐领域著名作品 这份作品由作曲家John Cage坐在钢琴前面 就以无动静完成4分钟33秒的演奏 在这个演奏期间 观众其实在3分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非常大的骚动 但是最后这场演奏却博得观众的热烈掌声 为什么这样呢? 当中除了充分呈现了简单、直接和明晰的极简主义理念 也在作品当中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他就给到当时的观众带来一些社会现实的反思 这里推荐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作品 然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讲你的想法是怎样 你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感受的 另外除了音乐领域、极简主义 同时也运用在建筑领域当中 比如说由设计师Peter Lars在废弃的炼钢厂里面 还有煤矿还有钢铁工业基地上面建立的 Landskarpark Duisbergknot 还有很大程度的保留了工厂的历史信息 比如说这个工地利用原有的废料塑造的工园的景观 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对新材料的诉求 减少了对生产材料所需的能源收取 其实这样也成为了极简主义的经典 例子之一 除了这些现今的生活模式也逐渐的转向极简主义的模式 包括欲望上的东西 精神物质表达生活工作等等 都出现了极简主义 根据种种的极简主义的种类显示 现今的生活在时间 自由和享受的管理上变得更加重要 最显著的极简主义社会则是日本 那就一位热爱阅读音乐的直信男子Fumiyo Sasaki 曾经拥有强烈的收藏率 那导致即使他房间充满了各国带回来的这种经典 终究因怀疑物质上的匮乏而影响了他自己的心情 因此他透过了两年时间 将所有不需要的物品全部卖出去或者全部送出去 并将真正需要的物品留在他自己家 就是他的心情因为物质的物品空间设计等等 让他在心灵上面开始感觉到非常的自在 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嘛 但因为和美国签订广岛协议过后呢 给日本经济呢就带来了重创 那在当时原本干净满满的日本公民 随着泡沫经济的失败影响了那种成年人 甚至是后代的心理和生活方式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虽然没有资料显示啊当地的极简主义呢 就从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才开始 但是唯一可以证明的就是在日本公民面对政策倾斜的因素 泡沫经济失败啊天然灾害还有这个极简文化等等的原因呢 日本呢其实已经逐渐形成了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世界五大管理大师之一的大前年已指出 日本已陷入低欲望社会 因此啊低欲望社会也直接影响着生育率减少和人口高龄化的问题 其中的原因包括夫妻亲密度不够啊 女性的意识的觉醒啊男性的厌倦啊成为政权的机器等等 导致他们更加向往还有享受单身的自由生活 另外包括劳动力不足啊消费萎缩啊教育危机等等啊 也在低欲望社会的问题之下呢截至今天也挥之不去 另外还有近这几年的中国兴起的佛系还有躺平主义 也貌似存在低欲望社会的影子 开始向竞争激烈的社会进行抗议还有投降 其实在我国同样两次的增长轮替过后呢 面临政治冷感的现象并且在疫情试掠下 导致经济受创的社会进入了生活艰苦的状态 那你认为我国会是下一个低欲望社会的国家吗 会逐渐流行极简文化 来弥补我们现在面对到的经济还有生活上的高欲望生活吗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欢迎分享出去 也记得到我们的脸书去按个赞 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你的一个小小的订阅呢 对我们来讲说是一个莫大的支持 然后记得要打开小铃铛 好让我们在下一支影片上传的时候呢 你第一时间接获通知 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拜拜 小知识